這次我們要幫大家介紹 台灣沒有 日本十大快餐連鎖餐廳 第一次要來介紹超熱門的SOUL 我們今天點的是烤五花牛肉套餐 它這個燒肉醃得很入味 就跟你在外面吃到的那種燒肉店的燒肉 差不多等級喔 接下來是Hanamaru烏龍麵 它的麵呢吃起來非常的Q 牛肉呢吃起來就是甜甜的 有點像瘦型燒 我覺得整碗吃起來感覺非常的豐富喔 這家是賣日系中華料理的幸樂院 它這個醬油的湯頭啊喝起來蠻清甜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麵呢吃起來很Q 然後有一點點甜甜的 裡面兩塊叉燒肉啊 還有魚板 它的料是相當豐富喔 這裡是狗狗咖哩 出發 我們點的是這邊招牌的炸雞排的咖哩 然後被炸雞排吃下去 它的雞排吃起來很脆 然後分量很大 咖哩本身相當的豪爽 味道很重 然後有一點點微辣 非常刺激食慾 這邊是吃天洞天鴨 走吧 其實很酥脆 那個醬汁甜甜的 可是裡面當然有海老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蔬菜類的 接下來這家是日式中華料理 日高屋 我們點了豬肉生薑燒 它的豬肉煮得還蠻軟的 然後搭配這個洋蔥吃起來啊 甜甜的 這個炸雞的皮炸得非常的酥脆 而且雞肉很嫩 大推 這家是和姓豬排 豬肉皮非常的脆 搭配有點酸又甜的豬排醬 豬肉味很豐厚 這家是中華壽把天下一品 它的糖筒是屬於非常濃厚的臀骨拉麵 然後它的麵呢 是屬於細麵還蠻Q的 總結它吃起來其實就很像一蘭拉麵 但是沒有辣 我覺得出乎意料的好吃 這個泡菜豬肉呢 吃起來跟拉麵非常的對味 而且醬子的一個SET 只要300元喔 接下來是喜多芳拉麵版內 我點的鹽味拉麵的湯頭呢 是透明的豚骨 然後喝起來相當的鮮甜 它的麵比起一般的拉麵呢 還要更Q 然後剛剛試車一下它的叉燒肉 有肥有瘦合起來相當的夠味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家 凍飯的專賣店 拿卡屋 我點的豬排飯 它不是炸豬排喔 是烤的豬排 它的豬肉呢 嚼勁跟豬肉味都十足 然後剛剛沾了一下這個芥末 非常勉強 然後吃起來很夠味道 我點十塊炸雞塊飯 炸雞塊啊 它有點類似像雞米花 吃起來就是非常的順 以上就是日本十大快餐 連鎖餐廳的介紹 非常適合喜歡高CP值美食的 旅遊懶人來吃喔 我是偉恩 我是猛果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小斌子 有感覺 雞米花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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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呓